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團職庫 諮詢委員 張吳晨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那所有的目光焦點 一樣在選戰裡面來講的話 選戰剩72天 72天對所有的選舉人來講 你會覺得時間不夠用 每個人渾身解數 現在看起來的話 尤其台北這一戰 他們這一戰 各式的民調出來的話 現在這場混戰 已經搞不清楚 到底這一戰打到最後 會是怎麼樣 可是在這兩天 當陳中在昨天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他的目標拉到五成 然後呢 接下來 他還沒這樣講 說陳時中 你覺得今年二零二二年的陳時中 這場選戰的陳時中 跟二零一四年的柯P 會像嗎 家瑜 像嗎 我們民進黨的高層 是有出來說 就是陳時中 就像二零一四的柯文澤 那目標就是要選票過半 以五十趴以上為目標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民進黨只靠基本盤 絕對不是 我們除了基本盤之外 我們還要拉年輕選票 所以你看陳時中 他的競選策略 當然就是像年輕族群靠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陳時中的說話 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 非常的沉穩 非常的溫和 那在很多的政策論述上 也是有條有理 所以相較是講萬安 給人家感覺就很嫩嘛 王偉忠問他一個說 你當選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哪三件事情 說不出來 但是你如果問陳時中 他絕對侃侃而談 這就是陳時中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呢 在台北市的策略上 民進黨認為說 以現在的局勢沙卡都的情況之下 黃珊珊必定有二成以上的選票 那民進黨在這裡呢 至少拿四成的基本盤 再加上年輕選票 過半指日可待 所以呢 民進黨對於台北市 台北市的選情非常樂觀 非常有信心 所以呢 目前我們已經喊話說 台北市大勢已經抵定了 台北市抵定了 之後呢 還有包括新竹 澎湖 還有苗栗 這個沙卡都的選區呢 我們也有信心 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呢 三強鼎立的情況之下 第三卡呢 都有兩成的左右的選票 民進黨只要站穩 基本盤再拿下年輕選票 都有信心能夠拿下 對 司剛他們講的意思 林和民黨的覆辯 他的意思是說 今年的為什麼他上科P 因為二零一四年 所有的目光焦點都擺在科P身上 就連二零一八年 所有目光焦點 都在韓國瑜的身上 因為他們總不能說 今年的陳時中 就是韓國瑜嘛 總不能這樣講 所以這個比較起來的話 真的是目光焦點 都在陳時中身上 當然 你說國民黨最近打 包括仇恨值啊 包括疫苗什麼 焦點也是在陳時中身上 正負之間你會怎麼樣看 陳時中當然是大家的焦點 是仇恨值 是負面的焦點 都在陳時中身上 不管是一般的這個坊間的民調 媒體的民調 他的這個不喜歡度 基本上就討厭度啦 都超過五成 然後呢這兩天 網路的一些溫度界 網路的民調看出來 他的這個負面聲量 就其他兩個人的總和還多 所以基本上 對焦點在陳時中身上 他的負面能量很高 那至於說他是不是 二零一四的柯文哲呢 對不起不是 對不起不是 因為我們兩張選戰 我們都經歷過 二零一四的柯文哲 他是從五檔機出來 那基本上有他自己的人設 就是從醫生從政 但是呢陳時中 基本上他是個大官從政 然後大家鋪好從紅地毯 大搖大白出來說 我要選市長 但是他出來之後 這些一連串的作為 除了說第一天的這個宣布參選 這個很高空煙火很漂亮之外 之後呢過去這兩三個禮拜 一路犯錯 從偷虧 從禁止年輕人二創 到這個打籃球 也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借了場地 也不是跟漁目混珠 借的人跟去打人又不一樣 然後再來呢這個然後再加上 這些不斷的道歉 也不讓人家惡創 然後呢這個還盜圖 基本上這盜圖 對盜圖是一件 我覺得最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人都去現場吃了 就算圖片包的不漂亮 食物造的不美麗 你再叫一份再造一次嘛 那幹嘛叫人家 要用人家的圖呢 所以這一連串的 這樣子一個道歉啊 我覺得那邊有個候選 可以在十天之內道歉四次 如果這樣一個團隊 就是個道歉團隊 是個拖歉團隊 所以剛剛高嘉瑜在講說超過50%時候 剛剛瑜在講一些 自己都不相信話的時候 有一個臉上有特別的表情 因為瑜伽也比較特別 所以我是覺得 民意黨林荷明 不要每次都放這種話 因為你去街上訪問一下 去問問看 陳中現在對一般的市民 跟媒體的反應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最奇怪的事情 他這次全局做一些 沒辦法理解 像今天去報氣象 去這個虛擬攝影棚報氣象 他是要了解所有的行業 對那你去體驗360行各行各業就好了 這是選舉 不是你個人的體驗場 不是你個人的這個 我們以前小時候有個什麼 Baby Boss對不對 就是讓小朋友 讓小朋友去體驗 體驗各行各業 什麼辦消防隊啊 辦這個空中 空中飛行魚啊 機師啊等等 那如果陳中覺得想要去 這些很有趣的話 去Baby Boss走一圈 他也可以體驗各行各業 其實連勝恩當時也去辦黑手什麼 也是被大家指笑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陳時中當然一方面 他說他想要去了解各行各業的心酸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對陳時中而言 他最近的這些問題 其實主要都是在團隊身上 這部分確實要檢討 就是說包括為什麼會去 明明自己有去吃滷肉飯 卻用人家網路上的照片 等等這些不應該犯的錯誤 嘉義能不能注意到 剛才他把連幾次 你說十天幾次 四次啊 他們連這個都開始在算 也就是說 他們刻意要去抓像這樣一些的東西 對 所以團隊要特別注意 但是大家知道說陳時中團隊 都是年輕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輕的這些 對政治有興趣的工作者 那這些人他可能在過程中犯錯 或是什麼 但是陳時中還是願意包容 而且還幫他們說話 說大家都是團隊的一份子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展現了說 身為一個領導者的格局 本來就是從陳時中 從衛福部開始 他就一直對於團隊的成員 每一個他都是認為 我應該做為領導者 我就是一肩扛緊 他有這樣的態度 可是相較蔣萬安的問題 出在他個人身上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 嚴重的錯誤就是說 當大家把焦點放在蔣萬安身上的時候 卻發現他就是一個草包 問他說當選要做什麼 他說要去拜訪清潔隊 笑掉人家大牙 或者是拜訪商圈 智慧電感這三件 大家會覺得說 拜訪清潔隊 不就現在正在做嗎 拜訪商圈 你現在不是也在做嗎 當選之後為什麼還要再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有這麼重要嗎 那至少你要說出重要的點 在哪裡 你對於清潔隊的政策是什麼 你要怎麼幫助勞工 像陳時中今天就提出勞工三件 怎麼幫助這些勞工求職 給他們這些車票補助金交通費等等 協助這些勞工去開創新的職務等等 那這些陳時中把它融入在政策裡面 相較於蔣萬一個空泛的一個說法 大家會覺得說 那蔣萬到現在有提出什麼具體的 讓大家覺得說 是可行的政策 是讓大家覺得 這個人是有能力擔當臺北市長的 到目前為止 大家覺得說蔣萬對於事情的應變能力 是非常的差 不管說在路上遇到老婦人昏倒 或者是說被王偉忠問一句說 你要帶外國友人去哪裡 然後講了老半天就講國父紀念館 跟中正紀念堂 大家會覺得說你要帶大家去看你阿公 還是看什麼 這種感覺大家就覺得說 蔣萬到現在 好像還需要人家保護 需要人家呵護 一路以來 沒有辦法自己獨當一面 那至少陳時中 從衛福部長歷練到現在 他就是一個堪稱大任 然後獨當一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 具有領導人格局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當首都市長來講 絕對是比蔣萬來的好 這點是毋庸置疑 沒關係嘛 家瑋你就去看看外面見訪一下 誰相信這個當初陳時中的人設 沒有錯 他去年兩年陳時中的人設確實不錯 嗯 防疫大將 然後守護國門 大家給很高的掌聲 當時也是不分藍綠 基本上該肯定 絕對肯定 但是有時候就是自己呢 衝昏了頭 覺得自己好 這塊呢 是大家共謀共利 所得到的成果 感覺好像是我自己這麼棒 我自己這麼棒 我去轉做其他事情 你都一定很得心一手 但對不起 你在這兩個禮拜來看好了 先不要說什麼個人的問題 團隊的問題 選舉就是整體的問題 嗯 選戰就是執政啊 選戰就是你執政 選上團隊是執政能力的考驗嘛 你不管是個人也好 或是團隊也罷 如果說都是都出一個包 戲出一個包 像今天又提出一個很具體 先玩再寫功課 先寫功課再玩 嗯 大家都念過書 都有這個放暑假的經驗 我到底是先寫功課 還先寫功課再放暑假 還先放暑假 再寫功課 一般人是先放暑假 再寫功課吧 所以陳時中的一些概念 到底他在想什麼 我想可能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然後在這沒有搞清楚上 又出一個奇蹟怪怪的圖 一群人圍著一個小孩子 然後那個小孩子也看不出來 他就是要 他是要寫功課再放暑假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 呃不管是團隊也罷 或是個人也好 本來選戰就是一個 共同檢驗的過程 不然這個以前的 你剛才講的聯社會 都被都被放大近似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 面對大家檢驗的時候 也不要有時候不要氣噗噗啊 有時候看起來 他這個EQ控制也有問題 氣噗噗啊 這就是選舉 大家檢驗你 基本上是應該被被檢驗的選擇 可是這場選戰 光學到現在為止 那有人講說就泥巴戰 反正就撒卡都嘛 反正誰看神上抹的東西 然後比較髒 你失分 你搞不好就落選 尤其對現在來講 剛才講陳時中的人設 其實過去兩年一直非常高 那現在來講 碰到疫苗的問題 或是剛剛講說 因為要爭取年輕選票 拍的幾支廣告或什麼 中間是不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對他來講 會有一些影響 其實陳時中他擺的人設 就相當強了 全台灣有哪一個政治人物 連續兩年多 一直在美光燈下 就只有指揮官陳時中 那這個 林賀明今天講說 哎呀你們這些人 對陳時中品頭論足 現在也不是在選防疫指揮官 那對啊那問題是 你們把一個防疫指揮官 拉來選舉 這樣子才會成為焦點 而他所謂的 這個陳中向2014的柯文哲 那林賀明他2014 是有幫柯P補選的 所以可是 不是他講的就算了 因為很不像嘛 柯P因為那時候就有個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也不是柯P他自創的 就是那整個一個大環境風情雲有 而綠營禮量他 那時候莊瑞雄發掘了一個柯文哲醫師 那也是大家大膽嘗試 那經過民調後來由他出現 那在那個吹呼拉朽的 那個整個大環境的情況之下 那贏很多十二個行政機 全部翻盤 他不是只有幾個十個 他是沒有一個不翻盤的 而且連旁邊桃園什麼 大部分都說外溢到 連旁邊全部都翻掉 那不諱言 陳中他剛主團隊一出來的時候 他是光燈的焦燈 他到哪裡都有一些太太啊 那一些民眾要跟他合照 但是他如果真的要把這個 有人氣的現象去比那時候 柯文哲的貪食蛇現象 柯文哲大家記不記得印象很深 賀明絕對知道 他到東區 你知道多少年輕人排隊 等著他簽名 那一幕是在選前沒幾天的時候 上演的時候 大家覺得 哇不妙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類比我是覺得要 有對陳時中就是說 你一比 哇 Bingo 那這樣或許大家會整個炒起來 那至於說 現在打什麼仗 我說實在的 這一次的首都大戰 我跟你講 首都選舉應該是全國的焦點 當然啊 而且首都大戰 你應該是有一個格局的 可是呢 現在好像變成大家在爭執說 你截圖 我截圖 你倒圖 我倒圖 或者是說 表演比賽 誰演的比較好 譬如說 你吃小吃 你的臉色怎麼樣 對不對 你抱小孩 你抱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表演藝術了 政治的表演藝術了 那至於說 這個以前在傳統上 在2019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去看昆兵博 他去台南看昆兵博 昆兵博上面就掛了一個 以前跟他下田的照片 那馬英九他去台中的時候 舊照片又顯示說 他也下過田 這個叫做什麼選舉 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因為你們要選舉 你們才去表演 去穿那個琴阿壽的那個裝束 才下去體驗 下田是什麼感覺 那旁邊的是真人真事啊 他們每天在下田啊 他每天做琴阿壽啊 對不對 那有要演成這樣嗎 我覺得那個是老政治 好你去表演一下大家新鮮 這樣才吸睛 才有民眾來看 哇 馬英九下田喔 那媒體的焦點 可是現在我覺得大家會希望 拿出比較正式的 像陳時中他第一集 內湖交通 不管成不成立 我覺得那個是大家覺得牛肉 那個蔣萬安被問到 我也被問到說 你對他的這個政策白皮書 有什麼印象 幾乎沒有一個整體現象 但是我一號面子 我就講一個 預約公車啦 可是那個太小了 那至於你打來我打去 現在就是用一個媒體報導是 因為現在已經數位化了嘛 他可能用一個現象一個人 今天謝政武到這邊 我罵你啊 我嗆一下 我嗆你 變一個新聞 那哪天黃珊珊去哪裡 陳時中去哪裡 蔣萬安去哪裡 有一個歐巴桑 罵陳時中你不要臉 那有人罵說 蔣萬安 你不把我們當人看 罵黃珊珊你變色龍 都只有一個 就看到黃珊珊在那邊過去 看到陳時中在那過去 看到蔣萬安在過去 那我之前在這不是講嗎 那個蔣萬安他老婆 看到他先生 拜票是被吐口水的時候 很難過就擦掉繼續走嘛 就是說現在已經把這個 一個小的新聞 把它擴大成說 哇那這樣糟了 那是不是代表 他仇恨值很高 代表他是真的可能不利了 或是蔣萬安這樣子 他個性怎麼樣 好像已經變成說 一個小點被擴大 那為什麼 選情緊繃嘛 沙喀都 如果按照嘉瑜講 那個嘉瑜是很忠實 引述他們現在的一個策略 他們就校正過半 50% 我說如果這樣子 黃珊珊會跟蔣萬安緊抱在一起 就不是沙喀都了嘛 你如果都過半 那是打破誰的紀錄 打破阿北人紀錄 打破蘇貞昌的紀錄 打破謝長廷的紀錄 就瑞雲所有的紀錄 從來沒有過五成 就是破天荒 你就是創下綠營 有史以來 在台北市最高的選戰紀錄 那時候 那可能真的那天 開票全國的焦點 都放在城市中 我覺得不可能 講一句就不可能 不可能 情況下大家在 就現在政治縣市 大家選戰的縣市 來分析 我覺得這比較貼切 可是換一個角度講 他們的意思是射英打鳥吧 這如果喊50 當然不可能50 如果真的50 其他兩個人都不要混了 尤其藍營一直台北市 藍營的大本營 如果要是連這個地方 讓陸營拿了五成 就不要混了 可是問題是 這個撒嘎多拿四成 你只要算嘛 只要有一個人 譬如說黃山 他只要拿兩成 他拿四成 成都拿四成 等於就當選了 可是拿得到嗎 這個所有的民調看出來 那個那個每個人 大概就三成多 就在那個地方這樣晃 不是嗎 不是啊我覺得民調 民調是不可能有四成啦 民調四成換成得票率 換成真的得票 那你現在是民調的三成多 可能換成得票率 就是 只是目前短暫的 換成得票率 可能有四成啦 因為那 我覺得這個靈慧民 當然是不可能五成 因為兩個人選 才有可能過五成 是啊 三個人選 不可能有一個人過五成嘛 就像那個趙浩康那一次 陳水平應該也是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啊 那就是跟這次是差不多 我是覺得說是現階段 現追認欠 我們看從八月開始宣佈參選到 到現在的一個民調的一個趨勢的話 你可以發現陳時中是本來沒有參選 以前是掉到第三名 可是他參選之後 他就穩定的在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間徘徊 那這個蔣萬安是相反的 蔣萬安是一開始就是第一名 可是他現在也是掉到 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間 在徘徊 所以他跟陳時中是兩個是糾結的 那你現在就是黃珊珊的民調在做決定了 因為黃珊珊的民調在 還沒有辭這個市長之前 他曾經一度掉到二十以下了 然後呢前兩個 九月初又回到二十 現在他糟糕了 他現在回到二十四了 所以但是二十四他沒有搶到蔣萬安的票 他搶的是那個就是說 就是說整個選舉裡頭本來有高達兩成的人不表態 但是現在只剩下一成多的人不表態 那表態的人都要支持黃珊珊 就不是說這場選舉已經熱了 就是說在底下已經熱了 就是說我本來不關心不知道 然後沒有決定的人 可是我現在決定了 我就讓我就覺得黃珊珊OK的 是很好的 所以我的票都灌在黃珊珊這邊 然後陳時中跟蔣萬安就不動了 那不動的結果就是說 因為這個陳時中的票是綠的嘛 整個綠營盤應該都是他的 對他就是整個綠營的一整塊 可是問題在於黃珊珊跟蔣萬安是藍的共分 共分藍的這一塊 那你現在就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到底藍的這兩個人是怎麼分嘛 隨著黃珊珊民調往上爬的時候 蔣萬萬民調往下掉的時候 你兩個會不會更接近 如果你民調是這樣過去一開始 蔣萬萬很高 黃珊珊比較低 我覺得那個氣保 根本就沒有什麼好選擇了 我就是氣黃保獎 但是你現在如果民調 你打得差不多的時候 這就是危險嘛 這就是藍軍的危險 所以就是林特明講的 這個可能我不要 我不用五成我四成我就夠了 我只要把裡面 你知道現在深藍有一些票 都還是掛在黃珊珊那邊 他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理由 因為黃珊珊罵陳時中比較有利 謀財害命 蔣萬就罵不出來 他說這個事實上他說這個 陳時中情緒起伏 我也不曉得起伏什麼 但是總比蔣萬安這個淡如清水 我活慈悲這種不欣賞 波然好多了吧 他這種每次去到那個 人家問問他什麼 他也是一個呆臉 然後問到一個臨時的情況 他都不會應變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蔣萬安 繼續這樣打下去 你民調繼續往下走的時候 你可能會不會跟黃珊珊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接近的 就很難棄保 如果這場選舉棄保的數額不大的時候 陳時中就有很大的便利 但是陳時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 就是說他一開始三個禮拜打得很好 打得非常好 就一下子把他打出來 民調打上來了 可是這三個禮拜來他失分很多 廁所的東西失分很多 民調掉了 你看像年輕人 像譬如說鎮大廁所 鎮大難廁出現的那個 那個擺明了就是要骨頭差 所以講完的回話就是對 學弟很有創意 或什麼什麼這些 那擺明了 也就是說那個廣告 一個廣告絕對不是當天 或是在那一個禮拜的影響 他一定後續 像你也不會想到 在這個禮拜在鎮大難廁 會出現一個畫面 就是那個難廁 就就就就這個畫面了 就是廁所上面 擺一個陳時中的一個人頭像 在那個地方 像這些 這個就後續會出現的一些影響 可能講完也是鄭大畢業 所以鄭大校友 所以鄭大校友 他是這樣講 但是我們也不止一次 然後你這個乳酪犯的事情 還有這個 我說實在 慈激的事情 你就回 回你這個 你就回你 回你該回就好了 就他本來回說 他也稱這個正言法制是上人 然後他也覺得慈激大人 回到這就OK了 對 但是還是一樣 因為講完就抓著說 你看陳時中跟誰站在一起 不要再理他了 因為我覺得防疫長達三年 對就是說有利多有利空 因為我覺得防疫長達三年 對就是說有利多有利空 那疫苗的部分是民養 因為他涉及到很多國民國格 還有大陸的因素很複雜 他很難解釋啊 但是你說陳時中 在整個防疫過程中 全部是因為擋了疫苗嗎 我覺得那你就不用多回嘛 因為很多人又欄改頭 改頭陳時中 也是因為他覺得他三年防疫有成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防疫的東西 你就把他暫停到這個 到這種講清楚 就是行政院說明白 然後你自己回說 我又不是傻瓜 我去擋疫苗幹嘛 停到這裡就好了 然後你趕快回到 剛開始的市政問題 去做這個整理 這樣才會衝破 你現在的天花板嘛 不過你現在跟講完是沒有錯 是追上來了 可是你沒有辦法再往上衝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可是周老師剛才講的這些畫面 包括政大南側出現的這些 你不知道為了還會哭手出 什麼樣一些的東西 那剛講聲量 承重聲量一直非常高 你說三個主要會選 我提醒觀眾朋友 這次臺北市長呢 有十二個人登記 不是只有三位 有十二位 當然你說主要在媒體上 比較關注的有這三位 承重聲量一直非常高 但是他負面聲量也非常高 尤其最近出現 你說從那個公測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疫苗 藍營現在矛起來主打疫苗啊 今天連直接公測 點名了兩位 一個副院長 然後一個現在的衛福部長 然後兩位 然後有沒有檔疫苗 不知道所有這些 這些真的會造成很大影響嗎 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網路聲量的部分 因為這個其實不太容易解釋 我先來看比例的部分 在這個中間是陳時中 你可以看到他的負面聲量 高達百分四十二 正面只有十三 那會這麼負面 但其他兩位呢 一位負面講話還是三十八 也不遑多浪啊 這個黃珊珊也有三十七 也都都是很負面 所以基本上翻譯就是 在臺北市民心中 這三位都很負面 但是誰的負面 衝擊力比較強 看總量 比例不夠嘛 總量 陳時中有四十萬者 四十萬者 講話安八 黃珊珊六 其實這兩位要擔心的是 我會不會被邊緣 會不會我都只是在 陳時中 但這也凸顯了陳時中的 負面力道有多強 那說光是看比例 其實政治人物真的很容易 引起百姓的肚爛 走到哪裡去都會有人罵你 肯定你的很少 所以大家出去敗票 碰到一個支持者 有時候都很感動 像我們選舉選到最後 我們都在跟候選人做那種 心靈CPR 就是你一定要選下去 你要有初期的動議 不是因為有越線人怎麼樣怎麼樣 對 一定會有人罵你 但是你要堅持 你只要堅持到最後天 你就超越其他人 一定會有負面 但這麼強大 他比兩個對手加起來 快要三倍 所以這個量太驚人了 那這個是不是要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是要解決的 不管你是要把它轉正 或是往下壓 現在已經不是說有聲量 都是好聲量 你明明就是負聲量 好 那這個負聲量 是怎麼來呢 剛剛提到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新出來的東西 就是有政大的同學 他其實不去上廁所 他其實是拿衛生紙 去廁所要拿衛生紙 一看怎麼有一顆頭嚇一跳 原來是有人做了一個 這也不算行動藝術 這個叫空間藝術 就弄了一個沉沉的頭 放在這個廁所板上 那這個板上好像是重現他那一個 免治馬桶廣告探頭的那一幕 當然這個東西丟出來大家會討論很深 大家討論說是不是迷音化 但是我要強調陳時中早就迷音化 從哪裡呢 舉紅酒的那個圖片 舉紅酒的那個圖片 的確就已經在長輩的圈子裡面 傳來傳去的說 陳時中有時間喝紅酒 所以陳時中的 在長輩的支持度裡面已經崩掉了 就是他只能回防那個綠營的 基本的那些長輩而已 好這個東西又是誰在傳 年輕人 對 這才是陳時中的主要挑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說白了都沒有年輕選票 沒有年輕選票 怎麼把它弄來這件事情 傷透腦筋 所以才會有陳時中的這一大堆 你要說角色扮演 這些都是要爭取年輕選票 對他的說法是說 我也沒有特別要爭取年輕選票 但是我要去認識各行各業 各種項度 像這個是去氣象公司 這個是去同志酒吧 然後這個是去跳街舞 然後這個是鞋練習帶的 抱個小朋友 好 這種秀大家都會做 為什麼他在做的時候 被大家唸得這麼兇 是不是因為本身後面的負面 推動力太強 我認為除了他原本 可能仇恨值真的比較高 做什麼人家都覺得礙眼 再來是他的金援總部 在安排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明顯跟他想主打的政策 是脫節的 請問這四格 他到底主打什麼政策 一般我們過去在做秀 當然不是很想講古 但是一九九八年 我曾經參與馬英九選市長的 做了一個交通政策的秀 那場秀要他騎摩托車 我們設計的場景是讓他混在百姓的 早上在那邊紅綠燈一起等著過 跟很多機車一起並排我們要這個畫面 想好之後去問馬英九說 這樣可以嗎 馬英九說我不會騎摩托車 怎麼辦 早上五點把他從家裡拉出來 到那個木柵動物園對面的停車場 你就給我在這邊練 我們一大堆水混合園 弄一台摩托車 就給他大家都蹲在那邊看他在那邊練習 騎摩托車 騎到熟了 好你現在後來他自己逃走了 騎一騎就跑到真的馬路上 眼淚一直到木柵高光 我們才把他追下來 結果他就自己實際騎出去騎 為了做一個記者會 Lily Coco弄了兩個禮拜 就是要讓他看起來很自然 請問這哪有很自然 現在被批評都是你感覺是不自然的 你沒有投入 再來就是後續的詮釋問題 他到底在打什麼政策 打到現在其實大家印象最深的 好歹是這個圖讓人家可以想到 免治馬桶 他就要宣導免治馬桶 對至少知道這個是免治馬桶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 會真的想要免治馬桶 真的回歸他們政策評估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人會說 陳時中本身遭冷恨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他的團隊沒辦法扭轉這個局勢 甚至還多推了兩把的感覺 才是現在的關鍵 張宇要不要先回應一下 所以這些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 而且這些看起來的話 本來應該都是要得分的東西 因為是自己推的自己做的這些 我覺得陳時中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人是不是太好了 就是說如果團隊一直出問題的話 照理說這個應該要有人出來 就是說好好的整肅一下 就是說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怎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出這種不該犯的錯誤 那因為陳時中過去不是政治人物 他沒有選舉過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他不懂 人家給他什麼 他可能就演什麼或是做什麼 可是我覺得總是團隊裡面 尤其是這次還沒上選舉 是重中之重 而且是可以贏的選戰 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你們最有機會的一次 我們只要有基本盤40%的鞏固 就會贏的選戰 那所以大家也會覺得有點 好好會怕怎麼擺成這樣 就是說這個不該犯的 第一級錯誤一直在犯的話 當然對候選人是一個傷害 那所以團隊裡面該檢討就要檢討 那只是說被人家拿來當作取笑的畫柄 我覺得對陳時中來講 內心也是會蠻受傷 因為畢竟他在兩年多指揮官的過程中 民調曾經高達90幾% 大家看到他是好像看到什麼救世主 那時候對台灣的疫情等等 大家都覺得他做得很好 那如今被這樣子妖魔化 當然國民黨一直把他想要拉高仇恨值啊 什麼要恨陳時中等等 但陳時中其實如同我們這個高層所講 他本身其實是一個溫和溫吞的人 其實他講話也不太會去攻擊別人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選戰下來 把他變成好像一會兒去gay bar 一會兒去哪裡哪裡 當然一方面他想要貼近年輕人 可是一方面會讓大家覺得 跟過去的反差太大 那我覺得陳時中就是穩重的說政策 讓大家覺得他就是一個可靠的 這個台北市長候選人這樣就夠了 其他多餘的這些東西 說實話比較適合我 陳時中啊 我是這樣認為 可是國城現在已經變成人設大戰了嗎 就所有人大家在打各自人設 或破壞對方的人設 那尤其以陳時中來講的話 因為剛講綠營的盤原上都虧他 所以你怎麼去想 如果綠營的盤都虧他 那個民調出現的數字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還是藍營一直在主打的 所謂的仇恨這些東西 是真的奏效的嗎 尤其最近講到不管是疫苗 疫苗然後接下來再加上 因為有媒體人又講到了慈濟 又講到了上人什麼 最近一連串弄上去 對陳時中來講的話 他到底應該要顧哪一邊啊 簡單來講陳時中 過去兩年的形象跟人設 一方面當然他本身的特質 但一方面來自於說 他旁邊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兩年每天大家都看到他那個地方 他身邊的人就是羅一軍啊 周志浩啊這些人 現在他身邊的人是他的競選團隊 也就是等於羅一軍跟他身邊的網紅 拼人設這種概念 那社會大眾怎麼看 我想答案很清楚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持續 像過去兩年那種高人設 那種支持度 我認為這是主要原因啊 剛才嘉義委員跟這個偉翔兄 都講得很清楚嘛 選舉不是只有候選人自己嗎 你的團隊怎麼樣幫你營造那些很重要 像剛才講去那些場所 K-Bar也好 這些拍各種影片也好 哪一個地方都不會讓他覺得 他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那個時候更專業 這很清楚 這個團隊一定要檢討 這不用講 但是呢陳時中為什麼講他講過五成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吹票 因為啊這個綠營的基本盤只要有出來 那基本上來講士氣不要降低 因為過去十天內 像剛才司剛講道歉四次嘛 士氣有沒有影響 當然你不要講有沒有影響 民進黨的委員 有來賓坐在這個地方講說 就是中南部的委員 他們都很想上來問說 你們到底現在是在選擇了 就怎麼會他們在中南部看的也很急 就蔡宇他們就講他們看的也很急 就你們到底這一招是在打什麼 怎麼會 怎麼會打的現在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法 就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團隊 跟競選團隊之間的差別嘛 兩年如果說像現在這樣子 十天道歉四次兩年有多少個十天 好就完蛋了 剩下七十幾天怎麼來得及 對所以現在來講 他最重要的就是綠營的基本盤 一定要出來 士氣不能低 因為呢氣寶不太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所以綠營只要大家都有出來投 這很重要 而且還要抓住第三個因素什麼呢 就是柯文哲二零二四要選總統這件事情 柯文哲選總統這件事情 一定會讓柯文哲努力的去輔選黃珊珊 當然因為黃珊珊如果太低被棄保很低 那他不用選 所以呢這個黃珊珊跟蔣萬元之間 這種大戰是絕對不會停下來的 柯文哲絕對不會讓黃珊珊邊緣化 那國民黨本來他有基本盤 國民黨很難編越化 所以呢這個其實就是陳時中的機會 那嚴格講 在這樣的盤勢之下 其實三個人 優點有重疊 缺點也有重疊 譬如說行政經驗這是優點 這個陳時中跟黃珊珊重疊 因為蔣萬元行政經驗比較少 那麼但是呢 這個黃珊珊是執政黨在台北市 柯文不是柯文 那個陳時中跟蔣萬元 兩個有在野的靈活性 這兩個人都可以打市政 我們兩個人可以聯合打 都可以打市政 因為市政是黃珊珊要負的責任 但是呢他們的缺點 也有重合的地方 譬如說陳時中有仇恨值嘛對不對 國民黨就沒有仇恨值嘛 國民黨怎麼會沒有仇恨值 這個選舉到後面講抗中導臺 或者是講過去的歷史 國民黨的仇恨值是 自從台灣有民主選舉來 就一定會有的嘛 然後2018年那一仗 就是國民黨的仇恨值 所以在最後邊投票邊開票 邊投票邊開票 有很多綠營的人 是投到最後 發現那個開票的狀況 可能丁手中會上 所以再怎麼樣 含血含淚含恨 還是投了柯批好了 因為比較起來 覺得比較的那一仗 有很多人說 那個最後邊投邊開 確實會差三千票嘛 三千票這麼多 投開票子 隨便怎麼開 都有影響啊 所以仇恨值呢 其實黃珊珊仇恨值相對低一點 因為民眾黨包袱少一點 那陳時中有仇恨值 講外面有仇恨值嘛 國民黨是歷史以來有仇恨值 那麼鄭蘭鈞呢 這個票基本上 不會去動到陳時中不用去想 但是呢也威脅不到陳時中 因為綠營有基本盤 然後呢還有個最大因素 中國因素嘛 中國因素老實講 陳時中比較免疫 那你其他這個民眾黨 國民黨中國因素 現在還有兩年多 不是兩年多 還有兩個多月 那其實隨時有可能 又出什麼夏立言訪中 這類的事情 又讓他們 這個相對來講 比較難應付 那最後的防疫 那防疫這缺點老實講 講外面防疫 他比較絕緣 但是呢 黃珊珊是防疫副指揮官 陳時中是中央中指揮官 這兩個人的缺點是有重疊的 所以三個人 優點有重疊 缺點也有重疊 所以撒哈都很難破 這個不會很明顯的棄保之下 陳時中的機會 就只能出現在這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所有的仇恨值 會不會都聚焦在 所謂的疫苗 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萊茵現在 主打這打得非常中 四剛 尤其今天 今天是包括像 曾明中委員 或者什麼 直接出來點名了 因為包括行政院出來 發了聲明 總統府出來發了聲明 就跟他說 都沒有人打過疫苗 所以國民黨今天 就乾脆直接點名嗎 對 國民黨的黨團 總之要曾明中 拿出 這個是去年五六月的事情 大概差不多 距近一年 一年四個月左右 因為去年五六月 疫情起來 剛好疫情起來 然後那時候 郭台銘表達說要去買 BNT疫苗 意願了 當時就是工商 工商協進會 就是林柏豐 為首的一些工商界的大佬 對這疫苗事情也非常急 那據我的瞭解 他們之前也去見過蔡總統 也表達說這方面的意願 OK 蔡總統基本上 也未知可否 但也沒有說不准去 基本上就是 當然是希望這個事情能夠有成 對於國大家的疫苗來說 總是一股生力軍 但是呢 中間做了過程呢 小弟本人有參與其中 OK 那他這個這些工商協進會這些大佬 第一個錢他們都自己企業 企業界來捐 然後第二個呢 是先從250萬劑開始 OK 然後當然他們也找了這個 醫藥代理商 合格醫藥代理商 來去做這個申請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這個週間的這個過程 坦白講繞來繞去 然後包括衛福部呢 包括行政院都沒有給他 很正面的回應 比如說 你如果是樂觀其成的話 政府應該要是指點一下工商大佬 你這邊要尋過台銘的模式來走 因為過台銘的模式看起來走得通 是不是要要告訴他們說 你要申請 要齊備什麼樣的文件 所謂當時原廠證明 大家就 所有的事情搞 障礙金剛摸不著頭 什麼叫原廠證明 其實過台銘他們也對這事情 也花了很多時間 也傷了很多腦筋 但是你說已經有一些 有一些SOP可以做了 那為什麼不跟林某峰他們講 這樣國內多250 甚至多了多500萬劑進來 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這些林某峰 當天有一天呢 他們要去找當時的衛福部次長 Sheriff 就現在的部長 現在的部長 因為他是好像在管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我記得他們好像約在 機關署吧 機關署 中間有中間 他這個對話應該是 比如說中間的聯絡窗口的對話 這個是報告委員 薛智知道這件事 然後瞭解當時的工商前進會 理事長 他不是理事長 范良棟是秘書長 理事長是林某峰 然後要去見找他 然後OK 謝謝委員 沒有接到來電請示 沒有接到來電 那問題是沒有接到來電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排不到薛 薛的時間 當時薛智長的時間 一直排不到 一直排不到 然後呢 那個排了之後呢 聽說有一次要去見了之後 之前呢 又接到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其實現在是 薛龍靜的電話 說呢 薛龍靜不要去 薛龍靜不要給政府找麻煩 你們不會過的 所以就叫他們 直接打消這個念頭 OK 請問 這些人一片好心 這些坦白講 也沒什麼政治的想念 林柏峰也不要選總統 那除了林柏峰之外 還有其他金工的老闆 也願意參加這樣子 一個活動 一個行動 然後讓台灣 當時有更多疫苗進來 那這不是黨 什麼才叫黨 那那這些人一片的這樣子 這樣子的心情 他被政府就交一個冷水 然後其中的那個 當然這些 包括也找了很多的代理 甚至已經跟 上海的復興 就是說已經簽了保密協定了 甚至冷鏈商都找好了 這些價錢 什麼雷電意見多少錢 多少錢都已經談妥了 但是對不起 他就是衛福部的遲遲 就不給OK的答案 然後呢去的公文 往返的也拖很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 行政院也好 不是衛福部也好 不必再出來 去跟這些工商大佬 去那邊 你來我往 基本上你就是 用這些實質的方式 不讓他們去做 跟郭台銘 跟慈濟一樣的事情 當時如果讓台灣 多一點BNT疫苗進來 不是很好嗎 對 今天薛樂園 下午他也開記者會 他非常生氣 他直接拿出公文說 這上面哪一句話 是寫說我們在擋疫苗 他說完全沒有這件事 難道是他中文不好嗎 那我覺得現在時隔進遷 突然冷犯熱潮 把這件事情 又拿出來說 政府在擋疫苗 我覺得這個對政府 其實也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其實 整個大家的認知 是有問題 就是說從當時 我們現在的說是 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跟德國 BNT原廠躺好了 這個疫苗 當時也2020年底 都要簽約了 是中國突然跳出來說 我們有代理權 我們要通過商海復興 否則不能賣疫苗等等 所以呢 我們是認為說 是中國在卡疫苗 否則我們早就拿到疫苗了 好那現在一切就卡在說 中國有沒有在卡疫苗這件事 那這些所謂的藍營大佬 或是等等這些工商協進會 他們想要買的疫苗 也都是透過上海復興 那這樣子的疫苗的方式 對於民進黨當時來講 就是說 是不是原廠進來的才是重點 一定要從頭到尾 必須要是原廠直送台灣 那是不是代理商上海復興 我覺得不是重點 可是要有原廠授權 證明你這個是來自於 德國原廠的 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就是怕說 魚木混珠或假疫苗 那今天陳時中也出來澄清說說 這整個過程 政府裡面還包括事務官 行政體系等等 不是我今天 說民進黨想要擋疫苗 就可以擋疫苗 你政府裡面還有很多公務員 那對這些公務員來講 如果今天程序上擋疫苗 他們早就出來爆料 或是說話了 所以呢 陳時中也認為說 這樣的議題 如果真的有擋疫苗 就是擋中國製的疫苗 因為法令上 中國製疫苗 不能進入台灣 所以歸根究底 就是說現在想要把這件事情 再拿來冷犯熱草 好像歸咎在陳時中身上 然後拉高仇恩值 說陳時中害台灣啊等等 可是有沒有用呢 如果操作到極致 其實對大家來講 只會覺得反感就是說 欸選戰議題 現在又開始回到 什麼疫苗啊 什麼慈濟 等等這些問題上 可是大家想要聚焦的 台北市的政策 或是你講萬萬的能力等等 這些大家都不討論 然後去講疫苗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講疫苗 新會期要開議了嘛 國民黨的立委趕快在新會期的時候 不管是這個疫苗的招標 採購的過程 或是等等的這些問題 全部都可以在立法院 好好的聚焦來討論 從去年到現在 國民黨有好好的聚焦討論嗎 可是到選舉的時候 才突然拿出來 好像這件事情很了不起一樣 這個只是來故作 故弄玄虛 包括這個郭台銘的這個 是不是有簽署說 這個我不選總統 所以才當初讓他買BNT疫苗 現在也被證明是假的啊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一些假新聞 假消息不認得再傳 其實就是想要重挫 這個陳時中的選舉而已 這一波為什麼要討論 這個去年疫苗採購 事實上就是陳時中 自己引發的啦 自己引火上升的 你實際這個執行長 那篇文章這個專稿 如果是一個老練的政治人物 一個知道不能夠再另開 戰場政治人物 他會說我尊重執行長的講法 那我尊重執行長的 那過去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我這個跟大家說聲抱歉 或是我這樣就結束了 你不要去跟他爭辯 你去跟慈禧爭辯 你你站不了上風的 你完全站不了上風 那就是你自己去引發的話題 那再來第二個 我說黨疫苗 除了這政府機關黨之外 各種側翼說 BNT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BNT是香港不用的 我們要買香港的過期貨 還記不記得當時這些話 都是誰講的 都是親民黨一些側翼講的 那再來 因為我過去在醫藥界工作 東洋破局 林全那一次 林全那一次 是不是有政客變前客 是不是有本來快要談好的 本來要談好三千萬計進來的 但是有人就中間藍弧 說你只能進三百萬 那三百萬的價格 怎麼去跟對方談 你的價格就會奇高無比啊 然後另外你說三百萬的時候 就另外一批政客變成前客 去引進香港的雅各城來進來談 這我是覺得啦 如果民進黨自己要自欽 把自己內部查清楚 到底去年二零二零年初的時候 二零二零到年底到二零一年年初的時候 到底哪一位政客變成前客 破了這個局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這邊這個事情坦白 就陳忠自引起來 第二個黨疫苗破局 BNT破局 到底誰是前客 中間有沒有一些政治利益的 甚至金錢利益的分配 我覺得這大家都知道 那國民黨已經講這段故事 講很久了 大家也都有聽過 問題就是說 那你具體的 是不是檢調啊 或是你有什麼具體的證據 或是等等 可以拿出來讓大家就說 這件事情 要怎麼去處理 可是到現在 包括你所影射的對象 他也有去法院提告嘛 那提告之後也是 就是誹謗啊等等 也是起訴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中 國民黨如果要這樣子指控 其實對於這些立委 或是整個民進黨政府 其實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必須要再拿出一些 比較具體的資料 那我建議就是 衛福部自請監委調查 對不起監委可能 不一定有公信力 那自請這個 把相關的證據移送 國民黨就可以去把這些資料 移送檢查跟監委啊 你們就是沒有資料 資料通通在衛福部手上 那個相關的資料 我知道都在衛福部手上 是不是要密封30年 不等大家查 蔣萬安身為衛環委員 會能招委 就可以在衛環委員 會召開相關的審查 會議去審查 不要再講那個 這個行政權 控制在民進黨的時候 坦白講要蠻多久 就能蠻多久 OK 這整件事情 扯出來 到這兩天 你說一個慈濟被扯出來 然後講到 就真的在選戰裡面 跟慈濟做這樣一個 所以陳時中選擇 他一開始就講說 他也撐上人 他也撐什麼的 但顯然這個火沒有滅掉 蔣萬安追著打 黃珊珊也直接 柯P也跳下來說什麼 為什麼 當初的一些好心團體 都變成中共同仁 大家看得出來 都在打這些 那郭董就 就坐在家裡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也被講出來 然後說他都有沒有確定 家瑜剛剛講說 這是個假新聞 你在去年的時候 你有訪問過佑彤 對不對 那很巧為什麼 說實在 如果民進黨 他們回想 今年出那個 怎麼去打嚴寬恆的 打嚴家的 連他阿公都扯出來 那你覺得人家 會不會扯疫苗呢 這一次 那你如果想到說 過去選戰 怎麼打連勝文的 那時候我後來回想起來 祖宗世代 不是祖宗世代 從聯合那時候開始打 你會覺得說 那你幹嘛要打 對不對 那關他那個 祖輩什麼事情 就像蔣萬安現在 他關他 他爸爸 他爸有沒有匪文 關他什麼事情 他有匪文 可是就是 這選戰就是 燒起來了 那如果拿著 民進黨的那個 新聞稿出來 澄清 開個記者會澄清 就是假新聞嗎 我不以為然 那尤其你要注意 疫苗的議題 跟慈濟 你碰到慈濟人的議題 他是全國燒 因為慈濟人全國都有 光是一個珍寶清 世界他打的不只是 桃園的這個 該不該 他打的是你執政黨 他打的是你民進黨 打的是你從創黨以來 你有什麼價值 就像林志堅那個事情 你不只是論文 你一燒 燒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疫苗這也是 那偏偏的確 我們前幾天又就探討 那陳時中 他又有時候 又是誠實中 很誠實 你自己知道 日報兩點 其中一個 你第一次證實有錢客 你知道嗎 他說境外勢力 跟國外錢客 那時候大家 研製著著著著的 會聲會影的 當事人也去告 告了六個人 有被指射的名代 去告了 可是 你這一次證實說 有錢客 那這個戲就不會停 大家就會一直 往下追 對啊 你當初你怎麼不講說 有錢客 當初那個藍營的很多人都在那邊 好像爆料 有貓膩 貓膩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證實 那大家抓 那你說郭董這個事情 當然 你看看 我是聲援黃 黃陽明的 你不能夠把 一個正式報導 而且去年很多媒體 就報導的一個新聞 你把黃陽明 打入所謂的 假新聞 而且把它形塑成就是 那個賴清德跟蔡英文 打架的那種假新聞 你這樣子 你怎麼傷一個媒體人 況且他之前打論文 打了多準 你不能這樣子傷害一個媒體人 那不外乎 他有消息來源 他的消息來源 能不能站出來 說是我跟你講的 的確怎麼樣 沒有 看起來他保護消息來源 第二個 就是我們講人證物證 人是實力物 人證不願意站出來 那你看他們有物證 你非要黃陽明拿出一個 什麼切結書 可是沒有啊 我跟你講 但是你拿不出 這個切結書 但是有沒有這個事情 這兩回事 不然這樣子 你每個都要對這麼準 劉彤今天被媒體問到 但劉彤今天是說 他們沒有要回應任何東西 對那當然 他為什麼要躺這個魂水 扯到我了 我後來發現 我昨天怎麼 要上電視 那我想說 這什麼回事 那去年的事情 我根本就忘記了 我不像那個 黃陽明還拿出來 在那個 燒成這麼樣子 今天都是 簡單來講 我可以確定的是 郭台銘那時候 有壓力 很大的壓力 有明代上電視在講他 或是很多揣測 說你一旦你買到這個疫苗 你做大了 聲勢起來了 你擔心他會選總統 所以呢 至少證實一點 有沒有確決書 這擺在一邊 但是總統府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郭台銘 是不是給了蔡英文總統 一封親自清韓 他親筆韓有沒有給蔡總統 裡面有沒有提到說 放心我不會選總統 疫苗這個事情跟政治不要扯在一起 更不要扯到我要選總統 郭台銘有沒有在FB上面 澄清表態 坦言自己不會去選總統 叫他這些人不要擔心 有的 有的 那這個事情就是說 你疫苗扯到 這個郭台銘很困擾的時候 他也自清了 那你就 那個回馬槍 你就拿清筆韓出來 那我是覺得 當然 之前綠營的罵張好中 罵呂秀蓮 罵其他藍營縣市 不要來攪局了 但是當你 郭台銘跳出來 慈激跳出來 甚至我今天才知道 有什麼工商團隊 跳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竹科也有要賣 竹科有沒有 但是我們看到 是當時候的指揮官陳時中 因為我印象深刻 那時候他沒有積極要促成 這是確實的 因為他拿出八大項 這可以檢驗的 你每個八個條件都是卡關 你可以說你沒有黨 但是你有沒有卡 你有沒有造成阻礙 你有沒有那個門檻太高了 造成這些人想要幫忙 你要加上去弄個冷鏈系統 那政府才能夠做得到 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設了關卡 很多人想那這樣子怎麼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就有感受 所以趁著選舉就來討戰 我再講一次 有兩個議題 他絕對會全國燒的 一個是疫苗 有關疫情的 誰打不到疫苗 誰當時候沒有疫苗 那時候我們政府 是不是確實沒有疫苗 這一個 另外一次 慈濟人全臺 臺灣金色有多少 全臺灣慈濟人有多少 這全國性 他造成一個大環境 我講的一個 全國性的氛圍 哇 那個民進黨應該要 該切割的切割 該止血的要止血 就像那個不可回復的 那個頭盔狂事件 如果我是哪個陣營的 我會不會很簡單 我操作一個 在那個廁所裡面 放一張照片 有什麼難的 就跟你說政大 那個很難測 你怎麼照 就說那個是 真的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如果操作起來 我們今天是不是燒了 他就再去強化 那個事件的 一個荒謬性嘛 所以這就是選戰 OK 柯嘉宇 剛講到那個 對慈濟這件事情 移民黨 或者說像你們來講 自己移民黨立委 你們的態度 會怎麼樣去 因為你又是陳時中的 你是港湖總督導 副主委兼港湖總督導 對 你會怎麼樣建議 他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慈濟的部分 陳時中從來沒有批評慈濟 只是說第一時間 當然閻博文執行長 他說法是說 那個不挑 是因為 如果沒有拿下來 政府不簽收 可是如果再回覆到 當時的第一時間的時候 當時台積電 跟鴻海等等 出來的說法是說 這個布條是不符合契約的 原本的合約 就是要原廠直接來 那這個布條 不是原廠直接來的東西 是後來附掛上去的 所以這個東西 本身就有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只是大家 就同樣的認知解讀 你是不是卡關 還是你是故意擋我 或者是這個布條 到底是不是 要拿下來 不拿下來 大家解讀不一樣 那你這時候 各說各話 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可是我覺得 大家都是為台灣做好事 不管是鴻海 這個台積電 慈濟 我們都是感謝他們 所有台灣人 都非常的感謝他們 在那時候 我們最需要疫苗的時候 伸出援手 那當然就有一些人 他可能開始針對慈濟 或等等的時候 那這時候 也有很多人在講 這對民養師好 對陳忠是好嗎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反而對陳忠來講 我們剛成立這個宗教後援會 然後也很感謝這個 慈濟的幫忙等等 那這時候 有人就是 開始針對慈濟 那你又不能說 這個 我們要切割 或是什麼 因為對民眾來講 他會覺得說 大家都是一提的 可是現在講外面跟黃山 就是把陳忠反正 就毛起來 把他跟 是不是有批評慈濟 全部都把他擺在一起 所以民進黨 沒有人批評慈濟 就是說 現在我們台面上 選舉的 候選人 我們扶選幹部等等 沒有人 但是有些是媒體人 那 不是 嘉穎 他都不懂 了解了解了 你心裡面想的跟你講的不一樣 你比較會笑 不是媒體人 你要怎麼去換分 不是啦嘉穎 陳忠也說人家是獨立自主的 一個媒體人 陳忠也說上人 也說大愛團體 對啊 他講外面就直接加一個 你看他在誰的 現在地方有發起說 票投陳忠就是票投周玉寇 而且慈濟人已經在其他縣市 不是台北市 就說 很可怕 就不投不投 是嗎 對不投 已經有效益嘛 所以我們就說 為你民進黨好 你趕快嘛 你看你怎麼辦嘛 第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 第一個如果發生這個事情 就看民進黨跟陳忠 願不願意跟這個媒體人切割 就說我不認同他的話 這也是一種表態 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政治 因為他是獨立自主的媒體人 他就尊稱這個 正言法師是喪人啊 你光講這個沒有夠啦 不夠啦 你這個要做個切割 要做個切割 你說啊 你說啊 我不認同你的講法 你不要替他們出主意來 你不要替他們出主意來 出主意來不及了 第二個 第二個 你在這個發生事情的當口 的那天晚上 就不應該去這個節目 任何稍微 有一點sense的幕僚 都會告訴他說 拜託你這個主持人 我們另外再排個時間 再去 或者說我就 本帥不去了 本人不去了 主帥不去了 反正你們平常只有六個來賓 可以自己聊 自己談事情 也是一個變通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一些關鍵的時刻 你不去做切割 甚至去節目的時候 然後在節目在講的時候 你不表達你的立場 默認 基本上就是這種支持 你不表達你的反方的態度的時候 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支持這個態度 所以我覺得 觀察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不能說 他是自主的媒體人 你也是自主的政治人物 不不 這件事情燒成這樣 宗教力量是非常大的 雖然你說 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在中文那場選戰 其實大家沒有想到說 顏家怎麼會 在那場選戰會敗下來 因為你說不管正蘭公或什麼 因為宗教 對所有的台灣人來講的話 都只會尊重 原則上 大家都不會去對幹 這樣這些 可是對陳書來講 他會冤枉嗎 就他會覺得說 我又沒講 我從頭到尾什麼都沒講 你幹嘛都擺我身上來 講完黃山 這時候撿到槍 撿到炮 什麼都撿到了 這個講到宗教 大家都想到具體宗教 但其實政治狂熱者 也是一種宗教 很多宗教現在撞在一起了 那你到底要怎麼安撫這些宗教 我還是回歸一個了 陳時中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那一系列的問題 其實都牽涉到做錯了 剛剛是剛好講 那你到底要怎麼安撫這些宗教 快速道歉道歉 道歉的四次 可是為什麼藕斷失聯 因為道歉之後 有人不甘願 還是要出來講幾句話 這才是問題 其實講到政壇道歉 有誰比得過台中盧秀燕 他一道歉 所有問題就結束了 即使台中有什麼議題燒起來 他馬上道歉 真的非常抱歉 有那個阿嬤排隊分道 非常道歉 我來先道歉 即使他的局長要解釋 他壓下去 不要解釋了 我道歉 結束 但是陳時中 道歉完之後 馬上又說不排除提告 沒有啦 後來被人罵了 改成不排除道案 你說二創人那件事情嗎 對就是偷虧那個 被人家改圖 不甘不願 讓這個戰場收不乾淨 你這個做不好 對不起我錯了 回去我檢討 該辦誰就辦誰 你要宰認這個態度 沒有大家都好 都很好 大家都朋友 大家都善人 大家都宗教 講白了 現在大家最缺的是什麼票 絕對不是長輩的票 長輩的票心意已決 你說因為罵那個慈濟 長輩票都跑了 有 但真的很有限 現在重點是年輕人 年輕人的票到底怎麼拉 大家還在那邊拼命的讓長輩說 你要選慈濟 你要選擇相信慈濟 還是選擇相信民進黨 這講話很阻擋 你要選擇相信慈濟 相信民進黨 我可以兩個都不信嗎 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可以痛恨慈濟 痛恨國民黨 痛恨民進黨 可以啊 那你怎麼去說服這種年輕人 講到慈濟有多大 其實我在2009參加了一個國內 有公信力的研究的大的計畫案 慈濟的確是臺灣最大的中央團體 相信就是自認為慈濟信徒 佔臺灣當時人口的7% 成年人口的7% 這已經是一個趁膛等級了 非常強大的 的確應該對他保持一些良性的互動 這個其他的中央團體最大只有一%多 然後都是其他的大家知名 大概都只有一%多 只有實際7% 所以他勢必需要尊重 怎麼跟他互動 其實也不是現在 陳時中的問題也是差不多 你早就應該去安撫了 不是說去了街坡之後 才去找長老教會 他總是在這種補破網的形式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玩法 現在陳時中之所以 還沒被蔣萬安甩開 是因為蔣萬安也有類似的問題 他也是一天到晚在補破網 三個陣營都在補破網 所以現在知道了這個問題 真的趕快踩煞車 道歉辦人該怎麼收尾 把他收得漂亮 不要再你好我好大家好 OK 郭城 你覺得這個問題能解決嗎 就算解決了恐怕也還會有別的問題 因為這次的選戰 就以台北市來講 減法的選戰已經看來確定了 就是彼此不斷會找對方的錯誤 那社會上大家關注的也都是錯誤 你真的正面的談證件 老實講那個得到的聲量 恐怕都不會很高 因為台北市這個地方 其實建設很多已經有具體的基礎 你現在如果說要提證件 要能夠亮眼 恐怕是要那種大型的能夠翻轉的 有根本動這個有所動搖或變化 這個其實涉及都很廣 不是這麼容易的 可是如果知道你要講 我們現在就可以講 疫苗這個問題肯定一定打到 打到十一月吧 是剛剛你們會放掉這個議題嗎 這個問題是大家想要幫都放不掉 你看嘛 他一定打到 而且現在 你們打的根本沒有力 你們今天好猛暴信 我們在想說 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就是一個薛瑞元跟沈榮基 你們有膽就往上爆 有膽就往陳州上面踩 扯嘛 那你們會扯就只有BNT 你不要那麼大聲 那我們台灣的疫苗就只有BNT嗎 你不要講 這個禮拜這個問題出來討論 就是崔州自己引戰的啦 其實我坦白講 那個藍白陣營啊 本來之前要打一些疫苗 但是並沒有打出什麼太大火 大家記得吧 他剛開始參選的時候 打疫苗三加十一等等 但這個禮拜他自己去點火的啊 你就慈激的之音 你就基本上我尊重他的講法 這次就結束了嘛 你去點火跟他幹 那顯然就是要把戰火引起來 疫苗這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 至少在去年有一段時期 那種打不到疫苗的那種恐慌 其實是很多人 特別是中產是嚇到 所以嚴格講 這次民進黨的選戰在全國 其實沒有辦法像2020一樣那麼順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疫情 你這個過去缺疫苗缺口罩 缺快篩不一定是政府的錯 可是那個時候的恐慌感 其實影響非常大 OK 這個是沒有辦法說 你現在說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供應無缺了 就可以消除當時的恐慌感 但是青少年 少年 而且呢 你這個染疫之後 對社會的經濟的影響 個人工作能力的影響 現在一天幾萬例 這種東西老實講 你說執政黨能夠選得很順利 不太可能 然後那現在來講 因為這些相關的經濟 這邊從今年開始股市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些總的因素 老實講通通都是陳時中 你作為執政黨的候選人 雖然你不是在台北市執政 你等於是總的要揹這個包袱 這個時候 如果你這個競選團隊 就我剛剛講的 過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那幫人嘛 是給大家非常專業強大 而且值得信任的形象 現在呢 你要揹這個中央很多的包袱 雖然你也不是要負責的嘛 但是這些問題全部加進來 這個其實就算沒有疫苗 也會有別的問題 人家還是會生到他 可是現在看起來 民放你剛剛講的 會不會這個議題 尤其像疫苗 打過頭以後會不會 打過頭了 因為你們都只專注BNT 可是整個台灣的疫苗有AZ 有這個莫德納 還有日本送很多的這個AZ過來 所以說那你們就BNT的東西 你們就死咬BNT BNT當時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政府已經談好了是中國是 因為他有特殊的因素嘛 如果說你說我擋疫苗 好像我全部的疫苗都不買一樣 那只是我們沒有買BNT 因為他有中國的這個因素存在嘛 那你去把越界 我覺得如果你們再把BNT拿出來打 我覺得你就幫綠營更團結 因為BNT這個事情 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有涉及到兩岸的關係 大家也知道沒有買到BNT 是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一直到過幾年還在扯BNT OK我覺得這個疫苗都用你們注意 如果要打就打 但是我反對不打市政 市政已經拖了八年 八年完全沒有任何的建設 然後呢你不打市政 請問你要打什麼 那我也承認就是說 你陳時中 陳時中最後這幾個 最近這幾個動作 我覺得他有判斷錯誤 因為2020年的時候我們知道 蔡英文曾經民調非常低 所以那時候導致所謂賴清德要出來選 那當時當時的年輕人就是低到不行 但是你記得總統是怎麼做的 去比特王 是比特王還是什麼特王 比特王 做一個撩人的那個活動 撩沒金句 他把年輕人的票給拉回來了 但是陳時中也一樣 在這個坡上面 他也是欠缺年輕選票 我覺得這陳時中的團隊 很想複製2020 蔡英文拉回年輕選票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你抓錯這個 這個沒感覺了 因為你把他這個 我覺得蔡英文那一波 是設計的算是很漂亮的 就是我這個點點到了 但是我又不失我總統一個規格 一個專業的規格 但是你們把陳時中就設計成為 像小丑一樣的話 那你這個整個人設就跟你的 衛服部的部長專業 這扯太遠了 我覺得是BNT的歷史 我跟你講總統要講 東洋部分政府絕對有錯 後面的東西當然有很多複雜因素 我覺得政府可以公佈那個 簽那個文書啊 當時BNT上海復興在貼公告的時候 還寫中國臺灣嘛 這些東西都是政府要顧及的 如果買了中國臺灣回來 你們不會罵嗎 所以這種冷飯熱炒 拿出來炒也不知道在炒什麼 炒越炒 綠營的人就更團結了 好那可是綠營如果更團結 光景對蔣公安來講的話 他的民調也一直拉不開 藍營本來基本上在台北算是大盤吧 可是這個大盤你一直看 那個民調大概這樣 你每次在節目講 他也都沒有辦法到四成啊 所以這些對他們來講 媒體上面有報導說 包括他們自己陣營的人講說 還有兩個困境 資源的問題啦 或什麼這些 藍營在台北怎麼可能會打人家 就是不要怪資源嘛 那其他縣市的選情好 那人家也是一樣的資源嘛 但是不要資源嘛 那你如果講資源的話 那照理說行政資源我們常會分析嘛 可是黃珊珊他出來 淨聲出戶嘛 他也不可能去動到行政不中立 去動到行政資源嘛 大家各憑本事啊 那我就不相信現在 那個議會的席次 里長的席次 那黃呂警察就算出來 那是永關三軍的嘛 你不會用對不對 或是說摳不起來 那第二個就說他個性 你乾脆一了百了 既然你們內部是平息是兩個嘛 我的資源你不要講嘛 資源跟個性嘛 對嘛你叫那個 國民黨現在去哪裡 絕地嗎 絕地三尺嗎 去找資源嗎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個性不會改 你也改不了 你也不要因應這次選舉 去秀去演 那個東西喔 就是父子祈禮裡面的一環 你何必去因應別人 你也演不像 你如果是人家覺得你是佛系的 躺平的 或是說你太乖太老實的 不會罵人的 脾氣好啦 溫吞啦 什麼跟溫良公姐這樣 老實啦 你就這樣子 他的問題是說 你要拿出東西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那你 你知道我這後八部 我突然變成那個 那一時之間很難去改 你一眼大家都會拆穿嘛 像陳時中 我一開始就講 他人設本來很強的 他人設本來就很好的 你一定要幫他改 年輕人不是什麼都對 你改改改改 你改出錯了 然後老人不會在旁邊說 這樣不對 你改出的價值何在 所以你要把台北市的光榮感 價值感找回來嘛 好那黃山燈這個就比較尷尬 為什麼 他如果說我以後要怎麼做 人家說那你為什麼以前不做 那柯P為什麼不做 每個人都每個人包袱 那你相較之下 像那個蔣萬安 他最早就這樣做 他就講說 你們說我沒有行政經驗 那你阿扁有行政經驗嗎 你快樂希望就成水扁了嘛 對不對 那陳時中他也沒有 就治理陳時的經驗嘛 對不對 那大家各說各話 問題是說傢伙拿出來 我覺得這沒有第二套法門 陳中原先這方面很強嘛 後來大家都變演員訓練班了嘛 那個後來蔣萬安也去了嘛 結果黃山燈沒有演得那麼大 那最後一里路 你看現在不是倒數一百天 對啊七十二天 兩個多月嘛 時間過得很快嘛 那就看有沒有傢伙拿出來 像台北市才有感嘛 台北市民才有感 其實你說這個過程 剛才明鳳在講說 你還記得小英總統 在2018民黨大敗 大敗完以後到了2019的時候 小英總統有面臨到賴復責挑戰 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民調也非常的低 包括年輕人或什麼 當然剛才敏鳳有講說 其實過程當中他們做了一些的努力 可是國城 你不可諱言的 幫了最大的忙的 應該是習近平吧 習近平2019只要那一篇 就是什麼告台灣同胞書 所有那些 年輕人一定火大嗎 我土生土長在台灣 我怎麼會知道 你那邊跟我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們講天然毒 或什麼什麼那些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其實包括跟一些網紅這些人 包括其實順勢操作芒果乾 大家都知道嘛 那一路過來 最後來整個翻起來 可是現在來看的話 雖然這是地方選舉 而這個地方選舉 尤其像台北這一帳的話 你說兩岸之間的關係 好今天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剛通過台灣政策法 他的外交委員會過了 十七比五 而這裡頭跟兩岸之間的關係 有人說老共一定會有一些反應 或什麼 各方有各自一些的回應 主要有人做回應 然後包括你說像柯P 柯P的回應法 就不是傳統一些的回應法 所以像這些回應的話 會不會也在這間會造成一些效應 我剛才說過了 選舉還有七十二天 中國因素 其實這個我們沒辦法控制 這個他如果說再來軍演 誰說七十二天他不會再軍演 沒有人能保證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這些 像什麼這個台灣小姐 被這個趕下台這類的事情 這個其實對藍白的選戰 都不見得有利 台灣政策法真的影響這麼大嗎 那台灣政策法這個是美國因素 這當然我們有努力 可是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好我們現在看這個台灣政策法 他到底講什麼 他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改名為台灣代表處 這個我們在美國的這個機構 本來名稱更奇怪 叫什麼呢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是華府辦事處 連台灣台北什麼都沒有 後來因為一九九六年 中共打飛彈 結果打了飛彈之後 柯林頓很不高興 所以就提升了 才叫做台北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這次重蹈復撤 中共又打了飛彈 所以呢又提升一次 所以這個有沒有可能 這個當然 這個是要看我們這邊 衡量相關的這個後續效應 不過總的來看 這是美國挺我們 這個現在變成是建議案 對這是建議案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可能會 跟台灣關係法有關係 但美國講六項保證 就是盡量不要去動台灣關係法 那現在這個還有一個就很重要 你說美國將來可能會 軍援台灣四十五億美元 加速台灣軍力現代化 這個老實講四十五億美元 對美國來講拿得出來的 很簡單的 他一定拿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代表 美國現在非常非常的在乎 台灣的安全 而且他們現在把四年四十五億 然後最後通過的時候變成六年 六年五年六十五億 對他還加碼上去 因為他現在看到烏俄戰爭打了這幾個月 就是美國現在很多人在檢討說 當時就是因為對烏克蘭 過去那幾年 軍援不夠支持不夠 俄羅斯覺得有機可乘 所以他現在要超前部署 不能讓中國誤判 所以這一條縱使這個法案沒有過 但是將來這種實質的提供援助 這個恐怕是最確定的 因為他不要戰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講 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 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 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年 就我們退出聯合國那個時候 退出聯合國 現在美國朝野 不管共和黨民主黨 沒有人再把當時的二七五八號決議 這種東西當一回事了 所以這個美國會不會動也會動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中共最care的恐怕是這個 是因為這個就真的是 會涉及台灣的國際法地位 就涉及這個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簡單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那個二七五八號的意思 一直在爭論的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好我們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叫做 排我納匪案 好吧 我記得名稱都用這個 就老共可以進入聯合國 我們退出 而那個時候呢 一直爭論說 那個決議案 是不是只決議了老共進去 但是沒有決議到 台灣的地位 到底是不是在那個裡頭 好這個就一直在爭論的 這一次的他們 美國這次的台灣政法 似乎就定調說 對那個二七五八號 他們要定調說 那個二七五八 沒有討論到台灣人地位的問題 是五個講的非常正確 歷史很熟悉 當時二七五八號決議就是說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 在聯合國裡的合法席位 然後呢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 然後但是呢 沒有任何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 沒有提到中華民國四個字 也沒有提到台灣這四個字 當時阿爾巴尼亞跟中共關係很好 但是他提這個二七五八號提案 居然對這個地方他沒有講話 然後呢蘇聯可能是背後的因素 蘇聯不想讓中共關係 在這個地方贏太多 因為但是中蘇的關係其實並不好 所以呢現在來講 美國就說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 這個在聯合國的席位 這個他們沒有意見 但是呢沒有交代台灣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需要有代表 在聯合國在國際上 應該要有一定的代表地位 這個老實說 就算這個法案沒過 而且這個法案現在十七比五 這個在參院過了 現在整個參院的這個習慣 然後再加上眾院 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很高 當然中間可能有些微調 至於說像什麼TIFA談判架構 台灣講學金法 那個其實幾乎毫無爭議 所以現在可以說 尤其是特別為什麼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在這時候開會 因為習近平跟普丁要會面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這個東西 是同時警告中俄 你們這個在那邊勾搭 在那邊這個烏鱷戰爭 台灣問題 我美國也絕對不是坐在那邊 在那邊看好戲的 OK 那像這樣台灣政治法 原則上如果2024大選 那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各個候選人各政黨都要表態 都要做出一些 可是在台北這場選戰之間 像這個各方都表態啊 主委人樂觀其神 但柯P的講法就是說 那個跟醫生開藥很像喔 那如果執行不恰當 反而還一直說 醫生開給你三天的藥 你如果一次吃完 那是不是真的好 哈利說這個執行上面 到底該怎麼辦 但不管怎麼講 對藍營來講的話 你覺得這些通過 會有任何影響嗎 當然這件事情 一定會迷黨來做文章 因為這個 抗中保台 因為陳時中這兩天 已經開始在喊 抗中保台了 對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啊 招勢用勞 經濟效益也在下降 那像前幾年 因為這個 常常發現 比如說香港的事件 我覺得蔡英文 像2019的這個 過完年以後 就年中啊 中間的中 聲勢大漲 我覺得跟香港的事情 是基本上緊密相連的 然後那個網紅的只是一個 加這個 加風點火 三風點火的 是一個plus 但主軸還是因為 這個香港的事件 造成大家 抗中保台一個 一個風潮 好那經過這兩三年的沉澱 然後呢 現在也面臨到很多次 比較像國會內部 美國這些內部的 政治角力拉距等等 甚至兩個大國之間的角力拉距 我是覺得第一個 大家吸收多的資訊 其實也會有判斷 像呂秀蓮今天講 其實跟陳時中 對不起 跟柯文哲講的差不多 就一次藥不能求有吞 吞了下去會中毒 也講他們多話 所以面臨到這些 法案來的時候 坦白說大家的想法 就會比較沉澱 會比較沉澱 會比較思考 那對國民黨來說 美國做任何對中華民國 有意義的事情 國民黨一定贊成啊 一定贊成啊 如果今天柯文哲 這段話是朱立倫講 哇 民主黨撿到槍了 又開始跪共啦 恐共啦等等 所以我覺得 OK 美國對台灣好 對中華民國好 國民黨一定支持 但是很多的副作用 副作用 或這個後反應呢 美國也要幫忙一下 不能說副作用 都台灣自己吞 OK 所以家裡這件事情 剛剛四剛講的話 應該不會對他們造成 什麼樣的一些影響 或是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抗中保台 他一直說招勢用勞 當然 這個抗中保台 一直都是發生的 因為中國對我們的威脅 跟這個恐嚇 攻擊老台啊 無人機等等 這些無時無刻 都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對民眾來講 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從疫苗的事件到現在 所有的包括說 中國在國際上 不管是這個 美國政策法案等等 這些對台灣有利的 中國都反對 中國在國際上 不管是這個美國政策法案等等 這些對台灣有利的 中國都反對 那這個對台灣人民來講 當然是不能接受 那對於年底的選戰來講 你說抗中保台 這個東西是已經根深蒂固 但是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所沒有辦法站穩立場 就是從朱立倫 之前派這個夏立言到中國去 然後到現在 其實種種的這些行為 都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遇到中國 逢中必亂 不敢譴責 但是呢都把矛頭指向台灣自己人 當需要疫情最緊急的時候 需要疫苗的時候 國民黨所看的是 幫助中國在宣傳疫苗 從一開始說 是不是要打疫苗 那時候是不是要讓中國疫苗 來台灣等等 當時我們也認為說 這個對台灣沒有好處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所謂的抗中保台這個議題 說實話 對台灣人民來講 不需要操作 這個就是自然的一個反應而已 但是我這句話 這個我一定要回到 第一個 BNT疫苗進來台灣 也一年多的時間了 哪一支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沒有啊 不是啊 如果說哪一支 BNT中國大陸製造的 對不起 那請郭台銀 幫他把這個都推回去 通通退貨 沒有嘛 事實上就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不要在這件事情上面 再去做什麼 BNT疫苗 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從最早的科興來 那時候 洪秀柱說要讓中國疫苗來台灣 洪秀柱說要讓中國疫苗來台灣 那也是民進黨 就全面進入栽贓的 所以這部分 我就覺得 怎麼會 我們不要再討論 我覺得民進黨 不要再討論說 BNT中國大陸製造 這是笑死人 OK 那民鳳 這整件事情 像齊基平跟 好大家都在講說 那個中國之間談一談 也會談 烏克蘭會談 臺灣社會 所以老美剛才 老美也要用一個台灣政治法 告訴你 我也不是軟腳架 而這些包括立戰書 他直接講說 其實他們支持俄羅斯 這一切的發酵 對未來兩岸之間 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覺得中美的這個 鬥陣已經越來越慘 當然台灣政策法 它的若干字眼 已經有修改 沒有那麼直接 因為大家都講說 這個效應可能會比 裴若西來台灣 對 可能還要再強個幾倍 對 那本來要直接說 改代表處的名字 還有這個軍事同盟 對 其實都已經做一個轉環了 那現在是外委會通過 那你還要送國會 國會通過 行政院 行政權也是有權拒絕的 但是應該是 不大可能會拒絕 那當然這個東西 對於中國一定會 加強對我們的軍演 他一定會反彈很大 那我覺得這個習近平 最近也是在擴展自己的勢力 就是中亞這一塊 那藉著俄乌戰爭 他就去訪問了第一次 這三年來沒出國 第一次訪問了哈薩克 哈薩克他是預定要跟普丁見面 那可能會見很多次 那這件事情對普丁來講 是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的官媒報導的比較少 可是俄國媒體一直報 一直報說一定會見面 一定會見面 所以呢 所以栗戰書就先去了 那大家對栗戰書就說 這是什麼矮話或怎樣 沒有並沒有 栗戰書是習近平非常低系的人 他一樣會是政治局常委 而且會連任下一屆政治局常委 他去一定是先去做這個先前作業 所以那當然是說 這個好像美國會忌 中國會忌憚美國要不要挺惡的言論 或怎樣 但事實上如果你當你美國已經要開始 通過這個台灣政策 政策法的時候 我覺得習近平他恐怕 他也不必再顧及這些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想要找一個空間 所以他就直接去 要去跟普丁見面 那當然就是說 後來栗戰書在這個 當時會談的時候 並沒有釋出來 但是後來有釋出來就是說 栗戰書很明確表明說 美國跟北約就是直接逼到 俄羅斯家的門口了 然後像這樣的話 其實是很直接的話 那大家就說栗戰書是被出賣 其實我覺得像習近平過兩天 就跟這個普丁會見面 他一定他要的就是金援 他一定也會給金援 那你他給俄羅斯金援打這個烏克蘭的時候 防衛烏克蘭的時候 你覺得美國會不知道嗎 或是你去見普丁的時候 當然美國就不會覺得你們兩個是要聯合起來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栗戰書有沒有什麼被出賣 被公開這個言論 我覺得這個是遲早的事情 搞不好就是講好就是跟代表習近平講幾句這種貼心的話 但習近平公開上面可能跟普丁或是什麼 不可能講到美國跟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家門口這樣的話 但是餘地證書可以私下跟普丁講這樣的話 但是習近平可能要給俄羅斯的援助 我覺得或是結成聯盟的趨勢 我覺得已經形成了啦 那當然今天去哈薩克的時候下飛機 大概很久沒有下飛機了 沒有可是國內的飛機也常常坐 可是他就不小心滑膠了 滑了一下 但是手還是有撐住 然後可是很多人就反習近平的人就想說 你看不想的預兆嗎 不該去支持那個去攻打別人 別人國家的國家吧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這整件事情 因為俄羅斯戰爭會扯出非常多一些 包括國際之地的結盟或什麼這些 那你也在鏡頭上面看到現在的戰爭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都要有軍事記者戰地記者 現在每一場戰爭似乎都活脫脫在你眼前 我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最近烏克蘭的反攻 那個反攻讓你覺得太訝異 短期間裡面八千 這個禮拜 我已經把數字從三千平方公里 變六千平方公里 禮拜一次三千平方公里 禮拜二是六千平方公里 今天到了八千平方公里 那所有這些包括現場的 那俄羅斯真的在這一塊 遭受到這麼大一些挫敗嗎 讓你看一下一個烏克蘭摧毀 俄軍陣地的一個現實一個畫面 周老師 為什麼俄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有人講說美國對 海馬斯也發揮了一些的效用 當然也有人講說 像俄羅斯最精銳的塔曼斯 然後明明是莫斯科的數位師 為什麼也會在這個地方 遭受到這麼大一些挫敗 很多像這一類的 甚至 如果他不會放過 那俄羅斯他就到現場 到前線去升旗給你看 這個講到海馬斯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畫面 當然不會是海馬斯 海馬斯不會打這些東西 但是就他的性質 有些可能是反戰車飛彈 但有些應該是驅射武器 像我們第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 他在建築物和樹林後方的一個 這個破炮的陣地 他可以飛越這麼多精準的打道 像我們就是有在陸軍服役經驗 就是到底怎麼做到 我們也很想知道 導引系統這種是間接打擊 驅射武器如何把它導引得那麼準 他不是說我打的漫天都是煙火 最後好不容易打到一發 我就是單發第一發首發的命中 連叫都不用叫 當然他中間有一個白車被打到 他實際上是打了兩發 但兩發命中人家移動物體 還可以直接命中那個白車 真的是我們只能說 是不是搭配到最近流出一些消息 美軍在所謂指管通知情間針 我們軍隊講的C4ISR 後面的ISR情間針這個系統上 跟烏克蘭軍方有了完美的結合 也就是說美方運用他的一些 可能是包括高空的偵測的 或者是他雷達偵測的系統 在相當程度上協助烏克蘭 那當然到後來烏克蘭自己也會了 好為什麼我們會談到烏克蘭自己也會了 我們來看折倫斯基的這一場秀 他在195收復之後 毫不客氣殺入城鎮中心 要注意這個還是個戰地 有沒有殘餘的二軍 沒有被清出來都不見得確定 但是折倫斯基就棒棒棒的跑去了 參加升旗唱國歌 然後他現場宣示 我們要把克里米亞拿下來 這個秀做得非常漂亮 除此之外有一些各位沒看到部分 他的現場唱完國歌之後 有軍人要跟他合照 來來來自拍 非常的親密 而且他有穿防戴鷹耶 對他就是軍人 就是你那其他那一般人 你也不知道那個是 真的是不是 因為看起來是民兵 有些女性嘛 他都沒用你來拍照 這個傳播的效果是非常強的 第一我那個總統不怕 我深入前線 幹嘛下來我就來那邊宣示 我來那邊唱國歌 讓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知道我收復一球 我們很能打俄羅斯一巴掌 但他也凸顯了 第一我相信這裡是安全的 那怎麼做到 好歹要野戰防空吧 如果俄羅斯射一巴飛彈 還怎麼跑啊 這空地耶 所以野戰防空是有的 雷達系統是有的 現場一切都在我的掌握 那其實想傳遞這個信息 這個地方我們搞定 完全一整個hold住 所以我敢去 那一般人 你也不知道那個是 真的是不是 因為看起來是民兵 有些還女性嘛 他都沒用你來拍照 這個傳播的效果是非常強的 第一我這個總統不怕 我深入前線 幹嘛下來我就來那邊宣示 我來那邊唱國歌 讓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知道我收復一球 我們很能打俄羅斯一巴掌 但他也凸顯了 第一我相信這裡是安全的 那怎麼做到 好歹要野戰防空吧 如果俄羅斯射一巴飛彈 怎麼跑啊 這空地耶 所以野戰防空是有的 雷達系統是有的 現場一切都在我的掌握 那其實想傳遞這個信息 這個地方我們搞定 完全一整個hold住 所以我敢去 但他回程的路上 在基輔 晚上的時候發生車禍 他們還在調查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基本上交戰國家聯手 不太可能 他的維安保護會出這種問題 但是同一時間呢 俄羅斯的自由媒體也傳出 普丁也疑似遇刺 會不會太吊詭 就是這兩個交戰國的元首 同時坐車都出現問題 坐車都有遇刺 對 然後當然 責任士忌是他 本人可能有受傷 士忌所受的傷比較嚴重 那俄羅斯那邊的消息是說 普丁本人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但是他的手車 就是第一台黑頭車 人不見了 不知道哪裡去 不知道是不是 誰附都不見了 就是可能就是 因為他是第一台車 先撞到一台 竄出來的救護車 然後呢 救護車上面駕駛已經死了 第一台車後來不見了 那第二台車越過去的時候受阻 第三台車是普丁的坐車 普丁坐車 在開過去的時候 突然他的左前輪流發生爆炸 就是有爆破的現象 那當然普丁他當然是沒有受到 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消息也沒有見報 只有俄羅斯的國防官員曾經說 3月曾經有暗殺普丁失敗 但是現在他們沒有再去證實相關的消息 好 像這一點的消息 其實就凸顯了 就是我們回推嘛 從交通事故我們回推 那哲倫斯基敢在這邊拋頭露面 一定這邊相對比較安全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代表接下來烏克蘭在這一方面的操作 可能會很多 他接下來也可能打下一個地方 他就跑去那一邊去做一些造勢的活動 好 那當然剛剛有提到一點 俄羅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禁衛師 他叫做第二禁衛摩托化步兵師塔曼師 在195附近 這個應該是全部被圍 有沒有被揭我們不知道 因為人可能跑掉 他全部被圍 然後為什麼是可以判斷 他是這個第二禁衛摩托化步兵師 我相信在前幾年的節目中 大家也知道 他們有第一軍 第一軍 戰車第一軍被掛掉了 掛在195 戰車第一軍下面有第二師 第三師 第四師 第二師又是其中的精銳 保衛莫斯科的 好 怎麼辨別呢 來 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這一台假車 這邊有一個很模糊 特別把它圈出來 這邊有一個超級模糊的 我想鏡頭可能都沒辦法讓 這叫做低四度的識別 我們國軍也會有 他就故意把你的那個數字啊什麼 國徽都弄得很不清楚 他這邊有一個二 就是由這個二去判斷 這應該是第二摩托化步兵師 所以連第二摩托化步兵師都丟虧卸甲 大量武器 這只是途中的一部分 因為後來現在才陸陸續續有記者 今天就開始看到這些東西就拍 被烏克蘭俘獲了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那他們拍的時候有人才變得不對 這是俄羅斯的王牌師 如果所謂莫斯科的裝甲部隊都被吃掉 那莫斯科手上還有什麼好料 因為這個第二進位步兵師 還有第三 如果第三也在附近的話 他是有T90的 T90U的 比較新的好的改裝的升級的戰車 如果這些戰車全都沒了 那俄羅斯接下來要怎麼倒 我們再來看現在的最新的狀況是 我們經常講這兩張圖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短短的一週之內 烏克蘭從這個小小的 比較像季智型的一個藍色區塊 他一口氣打這麼多 打下這麼多藍藍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說八千體蠻公里 沒有這邊是六千 下面這一邊在赫爾松這邊還有兩千 他們每天大概五百五百五百 赫爾松也有推進 他們最新的現在是已經推進到 離機場大概十公里 過去他們一直無法 推是大平原 你怎麼走都被人家看得很清楚 人家都打 可是現在有什麼 海馬斯七十公里內 只要我盯了誰 我就把他打掉 所以俄羅斯現在沿著河布防的 許多的浮橋 基本上都被海馬斯拆光了 俄羅斯人過不來 過不來他的資源力量不足 就會重蹈他們在哈爾科夫的 這一邊的所做的復設 因為我們有受過軍事訓練 我們都知道 在到底他在裝甲塗穿的時候 會有一個部隊去把他堵住 就像我們如果阿共要在巴黎登陸的話 我們台北的部隊去把他堵住 可是這邊一直沒有出現 應該就是過河的橋被打掉 所以我們現在回推 可能烏軍會在南線重現同樣戰法 主角一樣是海馬斯 對那海馬斯能夠發揮多少作用 是不是從北邊移下來 然後美軍相關的情資 能夠整合到什麼程度 就看接下來這一段 可能是在這一個禮拜 就會分出勝負 OK 那你會看到二部這些戰爭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 海峽會有兵容相見或什麼 但是做自我的一些防衛跟準備 當然是非常的必要 可是這件事情 從台灣政治法一直到現在 曾剛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黃山的策略媒體上報導 是說反正就是不理講話 然後打陳時中 獲得反執政黨的盟主 像這樣一些地位 你們有怎麼迫這個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其實陳時中可以被檢驗地方 確實多了 確實多 然後大家在台北是一個 就是要挫造一個反民進黨的一個氛圍 誰能夠達到這個氛圍的最大宗 誰就有可能當選 誰有可能當選 但是我在講 那你看黃山最近的民調裡面 他的那個支持者的組成分 其實綠的還不少 很多綠的還不少 甚至那個比例還高於藍的 所以對黃山來說 我覺得他有時候打綠的時候 也沒有打得很重 你像之前那個疫苗的事情 他一天也三種說法 從剛開始早上講得比較輕 到晚上講得比較重 什麼傷天害理 魔材害命 對 魔材害命 傷天害理 早上比較輕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面 黃山也試圖去 想要去吸引一些淡率的選票 所以這發展到後面會變成說 氣 城 保皇 會不會在某些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 出現這個氣氛 OK 嘉宇這個在什麼 氣層保皇 大概大家比較少討論 因為大家認為說 陳時中無論如何 還是能夠拿到民進黨的基本盤 但問題就是說 黃山山他的強勢 足以讓蔣萬安被邊緣化 這就是蔣萬安的危機 所以蔣萬安他今天要拿出蔣經國 或者是他要去拜訪這些藍營的里長 或者是今天到我們內湖南港 拜訪陳益舟等等 或是拜訪陳永德 這些過去大家認為說 是不是比較親黃山山 或者是被認為說 已經藍營分裂的這些人 蔣萬安一個一個 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好像顯示說 我才是鄭藍軍 我才拿到藍的票 可是這些都是心虛的做法 因為你必須要靠這些表面上的這些行動 來證明說 我好像跟他站在一起 但實際上這些人心裡面 到底是向著誰 我想基層心裡面非常清楚 就像今天 國民黨有七十個里長 突然改掛武黨籍 那大家也說 過去這些臺北市的里長 只要掛國民黨幾乎就是當選 為什麼現在要改掛武黨籍 那就代表說 藍軍或國民黨在台北市 其實是視為的 那這也象徵就是說 蔣萬安在選這個 台北市長的這一戰裡面 其實藍營的分裂 對他才是最大的威脅 所以所謂的 氣城保皇 這個情況 其實才是 國民黨最擔心就是 氣蔣保皇 OK 未來這場戰爭 真的是會出現 氣保戰爭 還有今次幾天 到底會怎麼發展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